严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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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头严寬横找来国民党立委 将启程一起扫街拜票 另一头林静怡也没闲着 站路口积极跟乡亲博感情 中二选区立委补选蓝绿 双方齐拼路战 林静怡也抓紧机会猛攻 严寬横攻保地方产 拆除进度以拖待变 拆到现在一样六个洞 而且还那六个洞拆得那么 工整漂亮 钢筋都没动 是用这种法律上的漏洞 他暂时没有公安疑虑 这个排拆大家都说 照时间算起来可能是十年以后的事 那选举到现在倒数不到一个月 是不是打算以拖待变 拖到选完之后再来决定 是不是要处理 专业的工班按照他们的时程 政府的规定来进行拆除 不止公保地方产 拆除真业炒不完 林静恒前一天一言堂排行榜 批评政论节目抹黑他 想不到引来激进党前立委 陈伯伟很酸 发文大算 严宽恒根本就是草莓冬瓜 说自己曾被节目骂了257集 国民党甚至大搞3Q连续剧 骂了整整一个月 比严宽恒一整张加起来都还要多 从他这种低下的言论 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民进党 一点点不同的声音批判都受不了 宽恒担任七年的立委 我们有像他这样荒诞不羁 这种光怪陆理的言论吗 宽恒先生的要求跟所谓的关注 真的还没有到当时追杀 追杀所谓陈伯伟的那种状态 特别的开了记者会去算人家 哪几天在批评你 我觉得政治人物来讲 真的气度上面 有稍微比较小了一点 从陆站到空站 双方争论不休 中外选区的立委补选这一战 花招百出 看头十足 台湾的下一步 人民如何抉择 12月18日晚间10点 请锁定 有评有据看台湾 决战四大公投 特别简直